打赵怀森 赵怀森我觉得他一级很弱 所以我一级想直接找他打 他二级以后就强了 不给他 哇抢二级 不给你抢二级的机会 哎 哎呦好可惜 那我卡你线吧 那你别想吃线了 你小兵你都别 哎呦干将来了 真快啊 我得吃线 你看什么呀你在 换上我的波尔特之靴 再来上我的小小大野刀 很好 这波这波不就舒服了吗 再反对面一只野怪 刘备这个英雄刷野速度特别快 不能以常理 不能退算蓝灵王的位置 算出来刘备啊各位 该小心的时候一定要小心 我觉得这把应该先出 先出黄刀吧 不能进线了 这波这波蓝灵王都倒了 刘备肯定倒了 我会去 我就知道 而且蓝灵王 他是打不过刘备的 被刘备所克制的 所以这一波是不能打的 都说赵怀真超标是吧 没事 我这把给他打炸好吧 赵怀真这波蹭了波中线 我可以拦截他一下 拦截 拦截他的回程路线 大概率到了 A 踩要打一套 还是比较脆的 在我眼里还是比较脆的 他反正是不克制我的 这个野怪都没了呀 啥野怪都没了 哇下路给的压力也挺足啊 可以啊 去哪吃野怪了你 我感觉他不克制我啊 各位 我打他简直不要太好打了 兄弟们 这被我压得出都出不来啊 那我直接翻野怪了 对吧 其实打赵怀真的话就不要出兵卖了 拉远一点 拉远一点 为什么呢 因为赵怀真他有霸体 还有那个刘备他也有霸体 所以说你兵卖减输不了他们 那我们就出兵心 要冷却了 对吧 分析阵容来判断咱们应该出什么装备 那这把兵心肯定是好的 他的红应该快刷了 让他先打一会儿我们再过去 哎呀 舒服了 老舒服了 哎呀 你飘了 我队友也快到了 别以为就你有人 小心被赵怀真的大招给收了 哎呀 舒服了 这就是为什么我让你们抢红的时候 等三秒 让他放松警惕的时候 你再过去 你提前过去 他有所警惕进了 他就好拿了 对吧 所以红刷不要第一时间过去 就像这样就起飞了 不仅打爆了对抗路 而且打爆了对面打野 对吧 这不就好打了吗 我们这波可以再断一波线啊 再断一波线 然后再入侵野区 这就是连锁反应 你因为一级你炸了 所以你们家野区就归我了 这片野区不姓流了 姓陈了 然后我红buff消失了 说明什么 说明这个红要刷了 直接跳过去踩 哎呀好残啊 哎呀 我感觉我丢了好多啊 我感觉我这波损失特别大 可恶 又到抢红的时候了 他这波一定 一定不会像上波那样了 但是照白真什么意思 你什么意思 快快我要去抢红了 他应该意识到了 刘备肯定意识到 他会拉槽里的 我觉得 先不要打 让他先动手 你不要主动动手 你就不会被发现 来让他先动手 他应该没想到 没想到吧 我又来了 哈哈 哈哈 嗯 哈哈 你就说他凭什么心态不崩 他凭什么 他做错了什么 他红半幅一直拿不到 他心态崩 他是不是要 要去指责这个赵怀真了 赵怀真没大 我觉得可以杀呀 蓝灵王 为什么不来呢 算了我单杀了 啊 你在看什么 他是不是以为他有大呀 我也没给他标点 应该是以为他有大招 你不会走回家了吧 赵怀真 哇 火生生走回家了 可以 终于让我顺风一把了 像这种情况 各位 自己很强 自己都一打二了 队友也很强 这种就是六分钟的局 对吧 推他 学会扩大优势 不要发呆 扩大优势 继续去推他 啊 敌方投降 我是刚说完六分钟的对局 对吧 他们全线崩溃了 拿下拿下 最后过完 啊 对吧 看不中文化 东西 猪中文化 优越